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中国女子国际象棋的队员 侯亦凡 侯亦凡身边是他的金牌教练叶江川 叶江川的目前是中国国际象棋国家队的总教练 中国棋院国际象棋部的副主任 那么侯亦凡今天要对年度最佳女运动员和最佳飞奥项目发起冲击 不知道侯亦凡今天能够赶获几个奖项 但重要的是在2013他的未免成功 为大家了解国际象棋再添了一分砝码 稍后我们的记者汪小萌将对侯亦凡进行采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看到非常漂亮的侯亦凡来到我身边 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洪亦凡第一次到我们体育颁奖盛典的时候 当时也是非常美丽 穿一身银色的裙子 我印象特别的深 当时还很害羞 今天看着洪亦凡确实是大美女 这一次来到我们的颁奖盛典 实际上飞奥项目已经是第三次提名了 如果再获得这个奖项的话 第三次捧杯了 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飞奥项目其实好像是第四次 之前08年 这是第四次 对 然后这次很高兴能够再度入选飞奥项目 来参加咱们这个盛典 同时也很开心能够被提名女运动员 其实最佳女运动员的争夺非常激烈 在下午的这个评选大厅的时候 我问过很多的人 包括徐西成老师 当时也是接着我采访的时候 他不愿意透露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其实真是蛮喜欢你的 因为我在下面私下里跟他们交流了一些 觉得你非常的 怎么说呢 非常睿智 也代表了我们中国女性的这种智慧的一面 重夺这个其后的这个位置 对你来说是不是意义非常重大 对 大家或许知道 因为我12年的市井赛 失利确实是比较出乎意外 不是说失利出乎意外 而是淘汰赛制确实比得不太理想 那之后13年初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挫折期吧 但是好在下半年的状态逐渐恢复 然后对抗赛也下的过程比较顺利 我想就在一定意义上也给我更大的信心 来去应对接下来的比赛 走接下来的路 好 谢谢侯亦凡 非常高兴在这里能看到更加成熟智慧的侯亦凡 好 谢谢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